很多律師跟我說 妳進去要裝若 裝若 我看到她 她們會想 幹妳 幹妳娘 吉拉 我為什麼我要裝若 然後那法官那是個女生 她覺得說妳有這種態度很差 她還叫我跟她起立競爭 她應該要跟你感同身受才對吧 可是我第一次開始 我不知道要起立競爭禁禮 幹嘛 生氣了 我想說幹妳娘咧 妳們政府她們不是保護我的 沒辦法把妳們繳稅 為什麼要跟你起立競爭禁禮啊 她們老男生受害者 要跟你起立競爭禮 她們是誰啊 她們進去啊 我 我怕她拿我 妳娘 老實在我 我要你看到 說妳看媽的 大家收看強勢美人 今天跟東瓜翔來聊一聊 最親的就是發生了很多 讓我覺得很嚴重的社會案件 在我們現在這21世紀裡面 還有很多人就是在懲戒被害的 就可能今天這個人是被害的狀態 大家反而不去就是 問為什麼傷害他的人 做出這種事 可是反而是被害人不能講出來 或者是保護駕駭人 對 或是今天被害人 會怕這些說出來的時候 會被大眾給檢視 我覺得這個是對人很不公平的事 就像最近不是有一個馬來西亞女生嘛 對 我這件新聞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馬來就跟人說說 妳趕快給我保護駕駛我超怕的 對 這裡 那我其實我其實一直在覺得說就是 我們今天只要沒有傷害到別人危險 妳想做什麼性都可以 但是只要傷害到他人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律用言行去待遇他 我覺得這才是一般的法律 應該要做的事情啦 就是像是說 不懂為什麼現在沒有死刑 怎麼有事情 有死刑啦 只是很難猜到 對那個誰不是他來發那個 陳瑞欣 就是那個 我知道我知道 對那個詐寶的 他把季老婆給推下了 小孩也是啊 殺殺掉 只是為了保險經驗 我覺得因為他推廣說 我們台灣確實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但是也是要保護一下 就是善民的老百姓 而不是讓那些殺人犯覺得說 我台灣真的很安全耶 殺人也不用判死刑耶 然後我覺得 你強姦他人的邊刑 要讓這個社會安定 沒有被遇到這些事情 是不是你的法律就是應該要夠嚴格 而不是每天都去抓一些辛龍的 每天都去抓一些吸大麻的人 可是等於是那些該該死的 該判的 你們不判 那每天都在抓一些小事情 然後呢 強姦人的 你再過幾年把他放出來 繼續壘犯 這樣子很多是被 信心過的女孩子 他們敢講嗎 就是 因為他們怕講出來 社會大眾會覺得不懂很細 影響對他們觀感 對 歧視的眼光去看待他 可是我覺得 你們還是現在不需要做這樣子的 你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你本來就是要勇敢地站出來 因為社會上其實很多人跟你一樣 但是大家都覺得忍氣吞聲 會忍一忍就過去了 這樣會造成那些加害者的心態更優越 想說 欸我對你這樣也不能怎麼樣 會強大他們的心態 所以我應該是覺得說 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很多人被欺負 或是呢 你被怎麼樣 你不敢講 就像說我們剛剛那個 手機的問題 小朋友他在他的履歷式 或是他 對社會沒那麼明白 所以他有人被被騙出去 騙出去 他不愛不去的性侵被關起來 或是 開猥褻罩 對 會威脅 可是這東西其實 尤其你被我 拍裸罩威脅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像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很極端嘛 我被威脅的時候 我直接爆開整個手架 把電腦直接翻出來 我關人家判我什麼東西 我起碼會讓出你 不是好白白被欺負的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 應該有這種心態 法律應該是 讓這種 去威脅他人的人 應該受到更嚴重的懲罰 跟當初那個大麻的女學生一樣 那個強姦她的那個男的 他之前就是到處去透露人家那一顆 然後其實有就是被抓過幾次 但是都是被侵犯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法律 會讓人家侵犯 為什麼要侵犯 為什麼要判出來 那時候淪落成為一個讓殺人犯 覺得很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讓普遍民眾 都覺得很安全的地方 這樣才對吧 死刑的意義在於 就是你要讓 加害者知道 就是深切的體會到 他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包含他無情的 奪走了別人的生命 讓他去親身體會那個感受 今天我覺得要鼓勵所有 就是受害者 你們今天受到任何的傷害 不要永遠站出來 今天只要任何人傷害我 敢傷害我一次 但是我一定不會鼓勢他 我一定用很想的方式 讓你好看 這是我做人的方式 我從來不屬於任何人 但是如果你要欺負我 或是你要來對我威脅 或是來對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傷害我的舉動 我一定不會再讓我自己反而被欺負 我是希望台灣的法官啦 我是針對法官啦 因為我知道警察人很辛苦 他們把那些壞人抓回來 但是最後法官判無期 或者是判他交保也是沒有用 所以我是希望台灣的法官是多點勇氣 你如果今天拿了這份薪水 做了這份工作 你要有肩膀去承擔他所需要父母的能力 還有給社會的觀感 該判死就判死 然後趕快執行 如果最正確鑿 就是不要再多養這種人了 他們常常會說 因為我怕判死的時候 怕是誤判 所以我跟家裡去是最正確鑿 對 如果很明顯的 他就是縱紅犯殺害家人 這有什麼好等的 就趕快幹掉啊 我覺得就是 如果台灣你會怕死刑 會怎麼樣 會有那些 會背負著一條人命的罪母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種其他的方式 像我的美國 他不是的就是 就是 就是 滿清十大故事啊 你要不要他死的話 你可以就是要他很痛 你要他生不如事 其實殺人犯或是強姦犯 彈一彈就他的記憶上面 一直哇 一直刮 就是你怎麼加害別人 然後接下來你又被抓 你不是承受怎樣的承罰 像你如果是放火燒家人 大家就放火燒你 你強姦別人 然後沒那麼爽喔 沒有人要強姦你喔 是慢慢把你雞雞拉出來打擊 會一拚一拚就好嗎 他想男生強姦女生有沒有 然後七雞前面就是要割 然後都是紅 都是血 然後每天割 等到他在皮胸是在割 等到你皮膚都好了 然後屁股裡面拿狼牙幫你擦 你懂嗎 榴槤 坐榴槤 坐榴槤椅 你那個狼牙幫你這樣很大的 那種就是擦很擦 就一根細細的地方都是針 這樣刮 這樣刮他的那個大鱼肉 因為女少型變態他們是性虐待飯 他會覺得這樣很爽化 像我很喜歡看這種書 有一個男的就是美國連續殺人變態 他就在機器裡面擦了二十幾根針 蛤 那是很棒 那是沒有 他越喜歡拿一種就不給他拿一種 他這樣越喜歡的話 幹 你就這種的啊 擦幾根針就拿一根屎有沒有 全部每天都拿 像我最近看那個 以前買一山路的 有一個那個桶子有沒有 然後他就拉死了 他就死 餵他就吃好料 那個桶子就是一封只露出一個龜桶 然後就是每天一直 不是龜桶 他一直投啦 是個頭死人桶 然後每天餵他吃好料 三針海味吃喔 然後吃然後就是不斷的就是在 拉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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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很多蚊蟲在裡面 然後慢慢捕食你的身體 啊你也知道人的身體就是 靜靠在那個排泄物久了之後 也是會捕爛的 對 就慢慢的捕爛而死 這個是一個很好 很棒的方式 我很喜歡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除一種常見犯 或是你拿殺人犯 你拿這種方式 反正我們有很多招數 靜清未嘗點這種之類的 對 他有把頭放在水裡面淹 因為他快自己再拿起來 這個是很痛 他讓他不能睡覺 不能睡覺是很痛苦的事 你有看那個 黃秋生演那個人肉沙沙包 他不是說不能讓他睡覺嗎 就是人家踩 就這樣反而是踩冰塊啊 對 冰塊一直融化 他一直踩不到啊 然後就一直掉在那邊啊 對 這個不是不能睡覺嗎 那個誰啊 他可以拿針插他 不然你看這個九尾絲馬關啊 把他頭上扒開一個死人洞啊 裡面灌水影 他就覺得很癢 就那一聲就爬出來了 我覺得很不錯 我跟你講 反正想到很多方式都可以 如果你不想讓人家死都可以啊 因為呢 生不如死 這個我還有研究 因為生不如死應該會比死還要更慘吧 我媽媽有跟我說 好像強姦犯到就是那個什麼 監獄裡面 裡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很看不慣 很看不慣 還有大哥很看不慣這種強姦犯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強姦犯 是最低級最low的那種犯人 他們就會拿牙刷刷他的鳥 沒有 你們現在已經資訊過時了 現在因為怕大家幾乎這些強姦犯 所以他們分出一個叫香蕉園的 香蕉園就是他們把這些強姦犯 通通都自己關起來 然後跟其他一般普通那種 近親的官邑區 近親的官邑區 然後他們去工廠的時間 通常都是香蕉園才去工廠 懂嗎 他就全都分開 你們看不到 你們跟那個強姦近親或強姦員 都沒辦法靠近 拜託以前雙鳥一樣的狀態好不好 雙鳥應該沒有好玩 因為因為既然他不是已經 你很多信心犯案 因為被欺負的太慘了 所以他們現在政府就把它分開了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懂 政府為什麼你要把它分開 對 應該把它合關吧 對啊 應該合關就是 行行犯一個關一堆人 跟一堆正常 就一堆黑社會老大公的行行犯 我覺得應該是最愛的 因為現在就是為什麼有香蕉園這樣稱號 就是因為香蕉另外出來 而且你看早期那個林晴月殺父母的時候 他其實蠻快就被執行的 好像兩三年了 他好像才二十歲 十八歲殺好二十出走就辭刑這樣 你知道他從現在殺父母 都不用被辭刑 還可以無罪的 所以我讓我覺得非常的無力 但我覺得這樣好了啦 你出來選議員啦 我不要啦 我只要講那麼空虛 把人家放人家管那些證實 今天晚上跟人家吵架 我每天還要做臉 我每天還要做臉 還要美容篇 還要健身 我還要拿那種時間 然後週末還要跑夜店 你還是可以做 只是就是前提是你要做事 不是 我想做事 我想幹嘛的法官 我想要就是讀 你就要努力去推放這個法官 但是我那時候是 如果你們因為讀體育傷害他人 或是你們因為心不養毒 去做傷害別的事 我給你處於急刑 你沒有這個經濟能力 你自己用為什麼不行 你為什麼我今天自己用 我身體自主權 為什麼抓我變成罪呢 啊什麼殺人不是罪 我不會懂這個道理耶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沒關係這就等到你選上議員的那一天啊 認真的來出戲 我會投你一票的 對啊 因為我照你說這樣的話 我不行就要被抓走戲 我也是被害人的耶 對啊 我是被害人 我是被害人 我必須要講出來啊 你到底害了誰 沒有 我被莫名其妙被定罪說 我系毒我就有罪 當然更犯壞是會風氣吧 而且常見人更犯壞是會風氣吧 為什麼常見人可以乖乖地放出來啊 而且我從以前到現在覺得說 像我小時候 那個拿我照片 我會寫我那個恐怖情人 我就是被害者耶 可是法官見人還判我 妨礙自由 妨礙自由 他妨礙自由他妨礙自由 他妨礙自由 使用電腦的自由 所以我現在身上扛了一個妨礙自由 但我是立刻法定三個月 我一定要幫他講一下話 只是大家就是 以前是被害人啊 大家覺得他很瘋 連不知道他幹嘛 好手好小去看電腦 前提就是他不想接受人家威脅 對 所以他想出一個 他想的方法是比較急行一點 但是他寧願去背這個罪 但是他也不想讓別人到處 散播他的照片 我進去那個法院的時候 我就是不願意讓那個魚怪 我稱為那個無形圍怪 因為他眼睛看得開 我覺得魚怪看到我時候呢 我就不想失落 我就看到他一直飆一直飆 他那麼年紀小 也是那種年輕氣旺嘛 我不願意讓他覺得說 我就是被受害死 因為很多律師跟我說 你進去要裝落裝落 我看到他 我他們會想幹幹你娘 我為什麼我要裝落 然後那個法院這個女生 他覺得說 妳有這種態度很差 他還叫我跟他起立正敬禮 他應該要跟你感同生受才對吧 可是我第一次開組 我不知道要起立正敬禮 幹嘛 神奇 我想說幹你娘咧 你們政府他媽不是保護我的 沒辦法把你們繳稅 為什麼要跟你起立正敬禮 他媽的男生受害死 他給你起立正敬禮 他媽的是誰啊 你本來是可以被刊無罪的 是吧 就是因為你態度太差 可是我還會看到奇怪 因為我穿住怎麼會好 我覺得我做女子嗎 我穿住怎麼會好 我穿住怎麼會好 他人進去 我好怕他打我 你女兒老實在我哪 我要你看到 所以他媽的老人家不怕你 我覺得就是因為 這麼多社會案件 造成你現在的社會觀感 是沒有勇敢留意 我進去那個法院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是年紀很小 我也相信這個男生是好的 他發現他是一個恐怖鞋 如果用極端的方式把我電腦拿出來 那他就告我偷竊 我告他傷害 那偷竊的時候 那個法官就是個女法官 竟然我進去的時候 我真的不懂很多的語音 因為我進去我覺得 我就是語音 我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 你今天就是公務員 你就是應該幫我審問這些事情 我也不想來開庭啊 可是我就是受到女性 我受到了這種傷害 你他媽竟然之後判我妨礙自由 這法官就要整我 但是他可以看你藐視法庭 他沒看野人蠻好的 我沒有藐視法庭 我沒有在裡面發瘋 我說的是我現在的情緒 你是一直幫他擦擦娘 我沒有啊 我進去我只是幫他 我不怕你啊 我是跟他講我沒有怕你啊 我就我不願意 因為很多人會說 你進法院要戴眼鏡有沒有 高領要 裝掛掉 然後如果你是受害者 如果你要 你要抓神經病說 我被他弄到我現在精神病啊 我要我要悲償啊 我不想說這樣子 他也沒有要這樣子 我常常要讓他知道說 老娘會很不怕你 因為變態的都覺得說 你現在怕我 我心裡會很爽 然後他知道我不怕你耶 我為什麼要去裝作 我得了精神病啊 我以為要悲償 你也知道哪不是半毛錢來啊 其實你不用裝也蠻像的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不願意 我不願意讓他覺得說 我是因為怕他出來死 所以我那時候 這樣進去的態度 我就是很氣勢很旺 進去然後他就跟你打拚 就拚了 給你拚了 我後來進來是讓你當你死罪這樣子 結果那個法官說 你這個態度 感覺不像是被害人喔 小姐 為什麼要檢討被害人的態度 是不是 為什麼要檢討被害人 而且都證據確討 為什麼要檢討被害人 我都才20歲 有些受害人 他受到一些不公平對待 他不敢講 或許就是 因為不想要再重溫 當時的感受一次 所以就是因為 現在社會造就被害人 都需要有這樣子的表現 所以有時候被害人說 不行我會害怕 我不要講好了 因為你這樣才會像被害人啊 不是吧 應該被害人不是要這樣吧 我跟你說的事情是 我被害人真的沒有所謂 被害人的樣子 被害人就是要為自己而在 不要檢討被害人啊 應該是討論加害人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做出懲罰 然後給被害者一個公道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問說 為什麼你他跟他在一起 我年紀那麼小 我沒談過幾個戀愛 我以為這個是 你不能怪他啊 有些法官可能也沒談戀愛吧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 為什麼會造就了 現在到現在10年 發生那麼多誇張的行徑嗎 過了10年之後 他竟然沒有舉辦死刑這件事情 會更長 以前早期啦 80幾年 80幾年都很快 為什麼最近這個社會案件 讓我會非常有感而發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 反而加害者都不會受到懲罰 對事情心態要正確 你受害了你就站出來 然後你害人了就受懲罰 就最簡單的事情 就像你吃東西付錢一樣啊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 今天這一集 可以讓大家知道 被害的人永遠都不會 因為你說出來而丟臉 或讓家屬蒙羞 不會 你為自己而戰 也不會變成瘋子 你是社會給你貼上這個標籤 可是我們要撕掉這個標籤 因為我們應該懲戒的 永遠都是加害人 應該要他們去死 OK 應該要政府能夠 蘇醒 趕快蘇醒 你幹嘛拿去K'ing好不好 有時候我覺得說 洗了多久都賭 沒有在這政府啊 怎麼可能把這些都放出來啊 這些都不犯死型的欸 那一天到人抓那個吸毒的 幹嘛 想想他們身上的幹 你幹點藥來吃是不是啊 毒販或許該抓 你整天抓些毒蟲幹嘛 那邊就喀喀喀喀喀這樣 他也是自己有錢消費啊 他很做什麼事啊 他也是有錢消費 那你從那邊弄緊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弄在庫存裡面 然後幹嘛這樣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今天會看到這些判決的結果 或是這些浮公的結果 都是我們政府肯克害羞的問題 所以呢 我覺得應該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被害人就要一輩子做被害人了 那是不是被害人應該要為自己而戰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可以這些改變 那當然有人想要欺負的話 跟你講我現在已經過十年了 會比之前二十年前更兇啊 現在已經不是偷電腦的事情了 那小心一點 好嗎 既然沒有人想保護我 我們就自己保護我自己 OK 懂了嗎 但是我也沒做手下別人的事情喔 希望阿咪你正不讓他任抓我的 好嗎 好 那我們就鼓勵所有被害人 希望他的社會不要檢討被害者囉 勇敢發聲 哈囉 歡迎謝謝收看今天的小聲美人 希望有問題的下面留言